港交所表示新型肺炎疫情 没有影响新股上市的申请和审批 新型肺炎疫情之下 有企业各自来港上市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兆佳说 现在企业的上市申请和审批 并没有受疫情影响 但部分新股的上市路演 因为内地交通限制而受了 比如说它马上已经可以录演了 马上进行这个组织投资者会议 如果现在有各样的交通旅行上的限制 或者不清晰的时候 我估计可能会有影响 每年的话上半年一般都会比下半年少很多 但是今年我希望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今年我们仍然是IPO 对我自己也有很高的期望 有传阿里巴巴不会获纳入港股通 李兆佳否认是被港交所拒绝 强调迟早能够解决 第二上市的同股不同权架构公司 能不能够纳入港股通的问题 我们的词汇里面没有禁止 没有不允许 没有给谁谁谁要有什么绿色通道 最终好事情都会发生 一定会发生 我们也和我们的很多的partner 我们的内地的同仁 很多的事情要共同协调 要共同的安排 也要顾及到别人的想法 别人关心的内容 他又说港交所已经开放市场大门 和消除障碍 有信心中概股会回归香港第二上市 无线电视252报道